这门课是因为我一直想做一台 从头到尾做一台电脑 我觉得这样子做完之后 你对整个资工的领域 就会从上到下都很清楚 但是这是有困难的 所以我们现在做法是这样 我们上计算机结构 我们使用一个程式语言叫Vlog 这个程式语言上礼拜应该都还没开始看到这个语言 我们会使用几个工具 一个工具叫ICLS ICLS是用来结译Vlog的一个程式 另外一个工具是Aterra的Quortex-2 这个是可以用来把Vlog烧到FBJ上面的一个程式 那为了要把一个电脑从上面到下面都讲得很清楚 我们采用了一个方法 就是说我们在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版本 那这个版本其实各位可能之前也有用过其中一部分 一个是像之前我们不是在教系统程式的时候 就有讲过CPU-0 那相关的主意器编译器 但是没有作用系统 有虚拟机 周边也没有 不过CPU-0应该比较不需要周边 因为它是一个用虚拟器跑的 但是我们这门课就必须要把它实做成Vlog 然后烧到FBJ里面 所以就能够把硬体串起来 那这是一个简单的版本 让大家好理解用 那现实的世界里面就比较复杂 像嵌入式系统现在比较常见的像Arduino 那虚拟就有IM AVR 然后编译器有AVR G++ AVR ASM 然后AVR 8这是处理器 然后另外软核心部分可以用Papillo 然后如果是比较高 越来越往更强大的处理器 就会有像现在用的Arm 还有Intel的IA32和IA64 当然这个通通都要学其实是很困难 所以我们稍微有去分配一下 系统程式我们就有讲关于韧体和软体的部分 计算机结构我们就主要是讲硬体的部分 一般来讲我们没有开变异器 然后作为系统不是我教的 所以也不会采用这个方式 不过或许哪天会变成我教不一定 那所以系统程式涵盖的是这一块 那计算机结构涵盖的是这一块 所以我们这一门课是着重在计算机结构硬体的部分 硬体的部分 所以是在整个这个方块图的下半部 那系统程式是上半部的部分 那这个各位应该上过系统程式都都曾经看过 但是我后来改用JavaScript重写了一遍 那我觉得用JavaScript写起来很方便 会让程式码短上三倍 所以是会比较清楚 那这是整个用JavaScript重做的一个展示 那会有整个系统的部分 会有组合语言 然后呢有主意器 然后有虚拟机 有编译器 OK 然后编译器把它编译成组合语言 组合语言再用主意器去转成机器 那这是我们有关于 开放电脑计划的介绍 因为这是我们课程里面 把系统程式和计算机结构加起来 再加上作为系统编译器合成的一个主题 那接下来再看一下 以计算机结构而言 我们应该会需要了解电脑的硬体架构 那这上礼拜我们有看过逢扭曼架构 但是每个人画图画起来可能都不太一样 有些人画一条线把当作回流牌 把其他的都串下 那有些人是直接从CPU串出来 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 那有些人是全部串在一起 这也是同样的意思 那像用会流牌的方式也是很常见 那这种是属于单会流牌的逢扭曼架构 逢扭曼架构也可以多会流牌 但是有一种跟逢扭曼架构有不同的架构 在现在其实是很盛行的 这个架构叫做哈佛架构 如果万一我们有考试的话 这一题应该是很好的考题 哈佛架构跟逢扭曼架构差在哪里 一个很大的重点是 哈佛架构的 资料记忆体 跟指令记忆体的定值空间是完全分开的 资料记忆体 它单独有一套 跟CPU沟通的会流牌 指令记忆体也是 那这样让它呢 有一个特性就是 资料跟指令可以平行 资料跟指令可以平行的结果是 之后我们会谈到要让电脑变比较快 现在普遍采用的一个技术叫做Pipeline Pipeline就是管线 那Pipeline这种技术呢 你必须要把资料跟指令分开 它才会有办法平行 那Pipeline如果分成5阶的Pipeline的话 它就可以快5倍 最大 最多快5倍 那如果分成13阶的Pipeline 最多就会快到13倍 那这是我们在系统程式常看到的一颗CPU 那这是它的指令级 这个都不用再重讲 指令格式 这个系统程式都有 那这是刚刚的那些执行结果 所以我们很快的把前两章介绍完 那这学期重点的实作工具 现在才要开始讲 第三章的硬体描述语言 Vlog 各位有上过FPGA的课吗 没有 但是有上过数位逻辑 对不对 OK 那 没上过FPGA的课 那今天我们的重点可能就是FPGA的Vlog语言 那Vlog语言 它是一个就像你说C语言 Java或JavaSquid Python 都是语言 但是不太相同的是 它是硬体描述语言 我们一般的语言是用来描述软体 对 一般的程式员 几乎都是描述软体 但是呢 硬体描述语言 它是描述硬体 这些程式呢 最后会被转成硬体 OK 那所以现在其实 你设计电脑的流程 第一步是做什么 当然第一步可能是整个架构啊 或去评估啊 评估你的市场之类 但是真正你开始动手的第一步是 用硬体描述语言来写程式 这反而是设计硬体的第一步 那Vlog是其中一种 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是VHDL 这两种都非常常见 那VHDL呢 也蛮多人用的 学校也用的很多 那Vlog呢 业界用的比较多 然后它的语法比较精简 比较像C 就是比较精简一点 那Vlog的基础呢 就是它有四种词 它跟各位学的布林逻辑不太一样 布林逻辑通常只有两种词 但是Vlog它除了考虑数位以外 它还考虑高阻抗的状况 那甚至它还可以用来描述那个电晶体 或者是CMOS半导体之类的东西 那零通常我们代表低电位 那也就是布林逻辑中的False 前一阵子不是 前几天不是有个 有个 新闻吧 就是 有人拿了一个Excel报表 然后来检举说 OK 某人太悟 然后呢 结果 他说上面这个你看 False 它念成Fake 对不对 Fake 说哦 这个 这一笔是假账 还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 好 OK 那 而且 还是会计师耶 那所以他显然不太会用电脑 不知道False 和Fake 之间的差别 好 OK 那 再来是 高阻抗 高阻抗的状态 我们用Z表示 用Z 然后呢 位定值 位定值 我们用S表示 好 那 所以Vlog的值 几乎都有这四种 那什么时候会位定值呢 你去想想哦 如果有一条线 我今天这边把它放1上去 也就是放高电位上去 这边把它放0上去 低电位上去 但是在同一条线上 请问中间这一点 会是什么值 答案就是位定值 他到底是1还是0呢 不知道 要问上帝 好 所以 这种情况呢 就是 位定值会产生的原因 或者是一开始你都还没出此话 那就是位定值 OK 好 那第二种是高阻抗 Z Z 代表的是断线 也就是说 你那条线我把它切断 那他最后呈现的 这条线接进去 其实是一个高阻抗状态 因为根本没接 就断线 那这时候 会产生的真值表就有 四乘式的真值表 那各位可能就要 仔细看一下 前面的这四格都没有问题 前面这四格的话呢 都是跟之前的and all的真值表是一样 但是问题是后面 后面你可以看到and的话呢 因为 0and什么都是0 所以0and的x也是0 因为x是位定值嘛 要么就是0 要么就是1嘛 0and的1也是0 0and的0也是0 所以最后0and的x还是0 0and的z呢 他也定义成0 OK 所以最后 你看到的真值表是比较大的 当然这个很少碰到 你很少会去特意利用这个东西 但是 认识一下是比较好的 那其他的像all、so 都有类似的情况 好,接下来在Milk里面 我们如果要宣告一条线路的话 我们就宣告wire wire w1 我说这是一条线路 OK 如果说一次要宣告很多条线路 那我说wire wsyz 这是4条线 如果一次要宣告整个排线 其实排线是什么 就是线的阵列 整个排线的话呢 那就是wire 31到0 这样就直接宣告了32条线 buzz 这个汇流牌就有32条线 那如果今天要宣 一次宣告很多组排线 那我就wire 31到0 然后buzz 这样看起来是像一组排线 但是呢 后面再加上0到3 这样就变4组排线 如果你要宣告16组 那0到15 就16组排线 那除了线路以外呢 vlog还可以用来储存位元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用正版器做的 可是呢 他只要宣告一个reG就可以了 就像宣告变数一样 所以非常容易使用 那我宣告reG OK 那就是 就是暂存器 那我宣告reG w就w是个暂存器 reG xyz 那就syz 各式一个暂存器 总共有三个 那reG 31到0 r1 这代表是一个32位元的暂存器 reG 31到0 r0到15 这代表有16个32位元的暂存器 好 接下来就来看我们的工具了 我们知道基本语法之后 来工具 你如果要下载 Velog的编译或解译器 这里有一个ECLUS ECLUS它是开放原始码的 所以不用钱 那在 如果你是Linux的话 就直接从它的官网进去 如果你是Windows 有人释出了另外一版的 forWindows的版本 那就是从下面这一个网址进去 你进去之后呢 这边 ECLUS VELOG 就下面这个有一个setup.ese 下载然后安装就可以了 不过各位的电脑应该是已经安装了 所以各位可以测试一下 各位可以先测试一下 这里有一个ECLUS VELOG 那但是不用启动这个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启动的是命令列 我们应该路径已经设进去了 我先测试一下 我们启动命令列 附属应用程式 这边有一个命令提示支援 这边有一个命令提示支援 好 当我打 IVELOG 的时候 这是ECLUS 的其中指令之一 它有两个 一个是IVELOG 另外一个是VVP 那 我打IVELOG 的时候呢 它写 no source file 代表说 你没有给正确的参数 但是这代表你的系统有正确安装 如果它打命令找不到 它显示命令找不到 那就代表你的系统 要么没安装 要么路径没设好 所以各位 你现在就可以先检查一下 你的ECLUS 的安装 有没有安装好 好 那如果今天是安装好了 各位检查一下 IVELOG 好 我写在黑板上 好 这个是先 那它会先成一种 用VVC的指令来做执行 接下来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你的电脑里面到底是不是已经安装好了 这里有一个程式 你可以把它剪贴下来 剪贴下来按复制 去执行 执行的指令像这样子的 那我来示范一次 示范一次 我刚刚已经剪贴了 所以我现在从低潮进去 我先建立一个Vlog的资料夹 我新增一个叫做SOR3的点V档 Vlog的副档名我们习惯用点V 然后我们这里没灌Nopay 没灌Nopay 用那个DevC++也可以 不过我觉得还是灌一下Nopay 加加好 你可以用你习惯的习惯的那个编辑器 那我比较习惯这一个 我安装一下 好 那等他一下 我们刚刚这里也可以用记事本 其实用记事本 OK 好 先用记事本 好 存起来 OK 接下来呢 就编译一下 记住你的资料夹 好 那我现在打ivlogsor3.vo o就是输出SOR3 那这时候呢 我就用VVP sor3 去执行 那你会看到他执行的结果 这是一个三输入的SOR的电路模组 那我们有写测试模组 就是SOR3Test 这是测试模组 这才是组程式的电路模组 这才是组程式的电路模组 那我们把A和B做SOR之后变AB 再把C和AB做SOR之后变ABC 然后就输出 那我这个有点多余了 因为事实上SOR本来就可以做多输入 那只是我们刻意想说 如果你只有两输入的SOR的话 你该怎么办 可以用这样串 那我们的输出呢 你可以看到它是不是符合三输入的SOR的行为呢 100的话输出1 010输出1 110输出0 看起来是对的 都是符合那个SOR的行为 那这里呢 我们就把刚刚的过程稍微剪贴一下 贴到色盘上面给各位 那后面我就不贴了太长 我就是贴其中一部分 好那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你也试一次 然后把你的结果也贴前半部上 好那请各位把你的执行结果也贴上来 确定一下大家在执行上面都没有问题